大连一方在赛季下半程越战越勇,首先要归功于主帅舒斯特尔的神奇真正的大连球,迷在球队处于低谷时仍然不离不弃,因为瓦达高层懂球等管理,引进的外援与明帅当全需要时间毕竟中超这片江湖,跟欧洲并不相同,有多少世界明帅与大牌外援来道中超时土不服,杀雨而归,而一方主帅与外援在最艰难之时跟本土中将从未退缩球队整体实力的提,声势舒帅打造一方的高明之处, 他不仅挖掘了王妖鹏,李帅等一众Q23球员,让他们慢慢挑起大连足球大梁还激活了周挺,朱挺,杨善平等老将必须承认舒帅的足球理念与执教风格,非常适合大连足球关于舒帅日,后持续报道先说,以下刚刚完成职业生涯,三百场正式比赛的杨善平在接受半岛晨报时的专访内容杨善平主要效率过辽族,全见,一方三支球队对于三队分别占据怎样的位置时杨善平表示,对辽族事情, 我们那批球员很小,去了辽族辽族培养,那我们我也是,在辽族成名到天津市位更高目,标全见去年投入大买了很多高水平球员,现在回到大连这里是我的家我的亲人,朋友都在大连这里足球氛围,足球情怀让我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杨善平,坦言,能够回家乡球队效力不是很容易的,是我现在处于上升状态,能够为家乡球队多做一点贡献也非常高兴, 谈到融入球队速度很快他认同,确实如果是外地球员,来融入到这个团队中的时间,可能就要尝一些大连球员相互之间,都很了解,相处的都非常和谐对立,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大连足球底应就是这样,这是改变不了的,同时杨善平认为在家乡完成职业生涯,三百场确实很有意义, 再加上我们队赢了球现在成绩也,挺好好事都赶一块,了最重要的就是球队如果大连掉击我们,还怎么出门用了三年时,肩负出了那么大努力,才冲上来那么多球迷在支持球队,我们是死也要保住,当然从我们队人员配置来看,就是在困难的时候也觉得不至于会掉击, 韩吉球队最近变化巨大杨善平认为主要是球队在中甲,有点长刚踢中超,不是很适应,中超节奏现在中超中甲节奏完全不一样,再就是外援到位,太晚全队肯定要有一个逐,不磨合过程其实上半年球队有些比赛打得不错,没赢球很可惜,主要一些细节,上座在不够好现在外援配合,已经非常默契,赢两场后全队自信心一下子就下来了锁,以能源打越好,连户大战赛后自己跟王绕鹏,一直在讨论大杨表示, 是下半场我们踢的,有些被动所以我们两个互相交流,一下我们对这些年轻球员都很不错,在队里老队员有经验年轻队员有冲劲,都要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谈到足鞋杯大洋表示,足鞋杯肯定要努力踢好爱,谁都想争夺一个锦标,这都打近四,强了到这个份上有机会,肯定都想抓住,而且我们上一场只输了一个球不是说丢,拉好几个没多大,希望了现在必须全力以复拼一下,本赛季联赛, 已进入冲刺阶段,当被问及到年底,面临选择时是否争取留在大连时阳善,凭表示希望能继续留在大连效力,我是租界过来的下一步,怎么办还要看两边剧了,不我个人当然是希望能够留在大连为家乡球队效力,欢迎关注蛟龙观世界支持中国足球。